2002年4月2日中午一时 一架从厦门飞往兰州的银宴平稳的落在了中川机场 机舱开出 两名身材魁梧的民警压着一个体态肥胖 带着手铐的特殊旅客走下悬梯 这标志着以马兵兵为首 曾在省城兰州横行十年之久 与李杰、陈氏兄弟及张宏涉黑犯罪集团 汤械一气及故意杀人 伤害、抢劫、绑架、敲诈勒索 开设赌场、寻性滋事为一体 身负十条命案的马家军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全国打黑除恶的狂潮中 土崩瓦解了 2000年4月 兰州市公安局抽调专门力量 成立了兰州市涉黑涉恶案件调查组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 一起涉及多人伤亡的重大恶性案件震惊了调查组 1995年2月2日晚时时许 20多名暴徒开着三四辆车 持砍刀、匕首、棍棒等凶器 气势汹汹的冲进七里河区西战军共战歌舞厅寻性滋事 他们逢人就打 见东西就砸 将六名工作人员打成重伤 并残忍杀害歌厅经理杨某后逃离现场 此案参与作案人员之众 犯罪手段之惨 受害人数之多 在近几年都极为罕见 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警方深入侦查确定 这起案件的始作俑者或罪魁祸首 是一个以兰州无业人员马冰冰为首的犯罪团伙所为 这个犯罪团伙还在广连、三晋、东湖大厦和隆西路等地段 制造了多起害人听闻的去案 调查组敏锐地感到 马冰冰一伙绝不是一般的犯罪团伙 而是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的涉黑犯罪集团 必须坚决予以彻底摧毁 此案上报后 立刻引起了甘肃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极大关注 很快被公安部列为不及涉黑督办大案 进入12月 一场全国范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雷响了战鼓 兰州市公安局 七里和分局领命侦办马冰冰涉黑案 与此同时 分局还承担了公安部督办的张宏涉黑犯罪集团的侦破任务 2001年4月 办案人员通过大量的内侦外调 是侦破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不但查清了马冰冰涉黑犯罪集团的网络成员 和张宏集团互相勾结共同作恶的部分犯罪事实 而且还顺限抓获了团伙涉案成员 张能杰 张红 方伟等重大犯罪嫌疑人 通过审讯 初步查明马冰冰犯罪组织系上世纪90年代初形成 涉案成员多达20余名 且多为有前科猎记 吸贩毒及社会闲散人员 头目为马冰冰 骨干成员分别为林绍云 荣一剑 丁海辉 马阿丹 傅志荣等 他们杀人行凶 抢劫 绑架 敲诈勒索 开设赌场 称霸一方 无恶不作 同时 该组织还与李氏兄弟 陈氏兄弟 和张红集团 等黑帮夯械一切 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网络 在社会上号称马家军 因为马冰冰犯罪集团体系复杂 涉案成员众多 同时 犯罪嫌疑人 从首次犯罪至今已有八九年之久 时间跨度大 犯罪嫌疑人 回忆困难 记忆模糊等问题 给承办此案的七里和警方追逃 调查取证和抓捕工作 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为了减轻七里和分局的压力 进一步加快侦办马冰冰案件的速度 2001年8月初 省公安厅厅长魏震忠在听取了案情汇报后果断做出指示 择承兰州市公安局党委重新调整工作部署 由兰州市公安局承办此案 迅速成立专案组 动员一切力量 加大对马冰冰射黑集团犯罪案件的侦破力度 8月7日 根据指示精神 兰州市公安局 玄机成立了 由省公安厅副厅长 市公安局局长 赵聚忠亲自挂帅 原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李宗峰 刑警支队支队长胡敬翰 及市局其他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的 马冰冰黑社会性质组织专案侦破领导小组 将刚刚摧毁李氏 陈氏黑帮的719和524 两个专案组的部分侦察员合二为一 并从市局、法治、巡警、城关、七里和分局等地 抽调了精兵强将 成立了由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周鸿任组长的807专案组 专案组分成三个战斗小组 全力以赴投入了此案的侦破工作 经过二十几天紧锣密鼓地排查追捕工作 三个战斗小组承办的案件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根据所获线索 办案人员成功地抓获和收押了一批 涉嫌西战军共战歌舞厅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 2001年8月13日 专案侦察员掌握涉嫌参与西战军共战歌舞厅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卢兴建和阳君 他们因为吸毒曾被强制戒毒和劳动教养的线索后 便立即奔赴兰州市几家戒毒劳教场所查询 最后分别从安宁区省劳教二所 西里河区寒家河戒毒所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查获 经审讯又获悉了涉案成员石敌臣和杨恒的踪迹 8月22日 石敌臣被民警从白塔山一号其家中抓获 8月23日 专案组分别从兰州监狱和静远监狱将正在服刑的杨恒 马亦祥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审后异地关押 8月26日 专案组通过走访群众了解到 涉嫌1993年6月6日在城关区三进娱乐中心 伤害致死邹某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王庆军 在西安活动的线索 随组织力量前往西安追击 28日中午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犯案人员发现了王庆军的身影 随闪电出击将其擒火 原来这家伙于1993年在三进娱乐中心作案后曾被公安机关收审过 可是他当时隐瞒了部分犯罪事实 结果被从轻发露 这回再次落网后 他自敢抵赖不过去 只好全盘拖出 而后 专案组又趁热打铁全面撒网 将涉案人员袁军 周明 吴春江等一一捕获 截至8月底 马兵兵集团成员已有15人落网 专案组审讯查实的马兵兵集团 分别在广连 三进 隆西路 东湖大厦 西站军共站等娱乐场 伤害致死人命案 和在焦家湾国品仓库 收取保护费等六起重大犯罪案件 并深挖出了 其他20名隐藏脚身的涉案人员 为深入开展抓捕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战告捷后 专案组民警群情振奋 9月13日以来 专案组与市局有关业务部门配合 协同作战 通过采取查阅 分析人口信息资料 辨认照片 审讯盗案嫌疑人员 和驾往守候等有效措施 获取了涉嫌1995年 2月2日 在西战军共战武厅 杀人案主要犯罪嫌人 马丹的行踪 经查马丹原来住在 城关区下沟一带 后来因为拆迁 搬到别的地方过渡 专案组紧紧咬住这一线索 深入排查 10月3日 民警获悉马丹 在东部批发市场 一家鞋店和女朋友 优惠的线索 随采取突袭行动 在八一电影院门口的 一间鞋店内将马丹击获 继而 专案组又一鼓作气 将另三名 涉嫌东湖大厦杀人案的 犯罪嫌疑人张勇 杨长征从本市捕获 与此同时 专案组主动出击派员前往上海 广州 厦门 泉州 西安 星海 海南 白银等省市 开展调查 真控和抓捕工作 9月19日至20日 在深圳先后将分别涉嫌参与1993年 三进中心邹某被伤害致死案 和1995年西战军共战杨某被杀案的两名重大嫌疑人 援军马腾抓获 28日从西安将涉黑成员马骏收入网中 同时 查明涉嫌1992年 广连立元歌舞厅李某被伤害致死案犯罪嫌疑人张伟 于2001年初 因犯盗窃罪被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现在福建省泉州监狱服刑的情况后 及时进行提审 进而又查清参与西战军共战杀人案的嫌疑人 董信 精神分裂症不具备受监条件 还有两名涉案成员 李江周虹已死亡 专案侦破工作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10月下旬 专案组通过两个月的周密布控 全面撒网 雷霆出击 将25名涉案犯罪组织成员收入罚网 可是 以林绍云为主的骨干成员 荣一剑 丁海辉 傅志荣 薛永腾等人仍然在逃 专案组适时调整了抓捕重心 并将真控重点放在了广州 厦门 上海三地 广泛搜集 及时捕捉再逃犯罪嫌疑人及其社会关系人的活动线索 进而实施了抓捕行动 1997年9月17日 四川打工在张某 在隆西路被张能杰伙通他人杀害 通过提审张和深入走访群众 专案组确定了另一名涉案成员为恩雅俱乐部的原服务生刘春 其家住七里和彭家平中心平130号 走访中 当地派出所一位管断民警提供 留在蓝山一带给他人开车 由此侦察员讯急赶赴车管所调取了刘春的档案 进一步掌握了他在蓝山公园利民临场开车的确切消息 并在守候了五天五夜后 于11月20日将刘春成功抓获 审讯落网骨干成员马丹后 专案组又获悉身负几条人命 一度从兰州消失的马兵兵集团骨干成员之一 荣一剑 有一个情妇叫陆洪 专案组分析 必须设法找到陆洪其人 控陆卓容 10月26日 专案组再次对盗案的骨干成员马亦祥提审 据其回忆 陆洪家住七里和区柳家营 神字以南的一栋平房 他曾在丽警员歌厅当过妈咪 为此 专案组与西战派出所联系 经过反复核查 辖区内根本没有一个叫陆洪的女子 由此分析 陆洪极有可能是化名 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为您播讲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